各位新舊YouTube的網友大家好 今天就是2024年的2月4日了 星期六 明天就會跑這個 百周年紀念銀瓶 另外這個叫三級賽 另外還有一個四歲系列賽的香港 經典一里 兩場都是一些未來的精英 或者現役的精英 未進去正題之前 都歡迎大家 是給一個慈能線小弟 讚、分享、建設性的留言 如果還未訂閱我這個頻道 然後每次我們做直播或者有些短打 你不想錯過了 你就按下小香菱 還有訂閱我YouTube這個頻道 這個就不用錢了 當然 一個很簡單的操作 每次我們出片 你就會收到一個心心 又有片看了 有時候我們打發時間都幾好 如果你經濟虛可當然一定 好像近日我們已經 如言不住地有谷有 繼續加入 有些離開了也加入回來之後 十個月九個都說 原來 你們這裏才是最好 這樣都是回來 一回來就訂閱到 歸美 免得每個月每個月給錢 好 入正題了 明天的第八場 三級賽讓榜 八周年紀念銀評千百 那麼 古有金融管理局任一招 出什麼的經濟狀況呢 都是加息一招而已 美元掛勾 永不脫勾 那麼我現在就有首席總司令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什麼叫總司令 因為很多那些網上的老鼠 就走進來我們這個群組裡 就知道了我們群組裡 有些人的電話號碼 就在外面用另一個電話 就叫我們裡面的群組的人 就去參加另一個群組 又說這樣又這樣 又說你多給一千幾百 甚至乎一萬元 我們有一場很準的提示給你 那麼這些就 見難見止了 那麼 在老襯庭看下來 依然還有很多老襯 不過希望呢 就不是每一位我們現在 格局很高 在聽我們這個 沈國城床米車工作室的網友 那麼 我一二再三講到口臭了 逢生呢 有這些 讓榜級制裁 你有時真的不要在那個 不敢離開那個舒適區 你要離開那個舒適區 甚至乎馬會這次的盤都做得挺好的 那麼將一二三四 這四隻比較上 是重榜一點的馬 弄多兩隻 二三這兩隻 就給他十二十三檔 多巴先生給他十一檔 那麼這隻比較輕一點 就配上董明朗 那麼呢 讓你吸引一下 嘩這裡又有強配 這裡又有這樣的高手 那麼你就去留意一下他了 永遠不用看了 那些重榜 跑出來 你就當公一次會了 永遠輕榜 好 我們將上面那一字五號 訂走他 那麼 從六號開始 我們就是選擇 吸制洋榜菜 最健碩而輕的馬 那麼這次這隻 越進歡欣 就是入了這個 呃 規定裡面 那麼當然啦 首次升到上去 他都跑過的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最健碩 那麼 透足了三個星期出來 那麼 巴道也都好像那些傻人說 大賽騎士 哪有大不大賽騎士 香港有哪個騎士 沒有贏過大賽啊 包括董 潘明輝 周進諾 都贏過吸制賽 那麼那些算不算大賽 梁家俊都贏過幾次之一 算不算大賽騎士 又不是這樣騎 有沒有好馬騎 給他們騎的騎士 就沒有大賽騎士 好了 新力高升 那麼這隻馬呢 就 今次初配了 埃杜娜 那麼 我也都覺得這馬千八 就不是他的 他杯茶 我覺得最好就是千六 那麼今年的形狀 也都不來得很漂亮 好 再輕一些 一把十五磅 中逆禮 因為樣榜賽 沒得再減了 那麼所以呢 他們原本有五磅 都沒得減下去 都是一把十五 硬吃 但是這隻馬 他跑得好 還有 現在的吸制樣榜賽 很多時候他們怎麼去做呢 就是哪一隻可以放頭那隻 那個盤就是 喂 放出來的 大家不要追得了 一個慢時間 他們不怕那個觀感不好看的了 已經 慢兩秒三秒 是沒有問題的 最緊要他們贏那隻馬 跑出來的 這隻 也fall into the category 高東尼出了兩隻 我覺得這隻因為放頭 機會清先 中逸禮也都跑過去的 好了 佳運財古靈精怪 六歲才來跑這個 一個千八 那我覺得這些馬 雖然他六歲 那你可能 就是這樣 就是 美麗這樣的 誤會邏輯 年紀大了 出腳慢了 什麼什麼什麼 那有時候那些馬 他的性能定了 就很難一下 就改了他上千八 這隻我就雖然輕幫 放下一邊 菲伦閃耀得過近字 因為始終都是 健康出的問題 尿康明都算厲害了 那這次轉了他 都不斷 出了六次有 四次有獎金 其實他都跑一些 比較高班的比賽 那些獎金都夠養馬的了 那我相信 這把馬主其實都依然很滿意 那隻馬沒什麼戰鬥力 但是可以有獎金 自己給自己養馬費 非常好 標支五支 那也都是近期 你可以說 是比較便宜 這隻是後追的馬 那就上次潘頓在千二那裡跑 那就入Q 那潘頓這次是沒有馬跑 因為太多馬太輕磅 重磅的人 一早已經找到騎士了 那變成了醜 這場馬潘頓是沒有助騎的 那上次輸給安請 但是大家知道 安請上次是一百十五磅 他反而背一百三十磅 在這個二班輸的 那這次他就背回輕磅了 但是千八又不是好像他那杯茶 這一馬真的最好是二千 那當然千八不是不懂跑的 都懂跑的 那逢到高東來一對出呢 很多時候你都扔他一隻 不會壞的 筋斗雲這隻馬 今年真的可以說 大熟大勇兼且呢 他性能我覺得有點變了 反而他上次走回去 在谷草跑這個千八級制賽 就頂到第三 就輸了兩個幾馬 我們有點失望 反而他這一馬呢 其實是由上季 即今季初 在跑這個田草 反而有令人 大吃一驚 刮目相看 今季季初一場呢 艾道立跑了一場千八已經入Q 輸給智力更生啊 那時間都不慢的 一分四十六五到幾 那這隻馬這麼輕磅 也都是配了艾少禮呢 我覺得這隻馬 不要以為 由谷草一六五零 起家 整天都贏谷草的分 升到上來 不需要理會 即是等於那隻華卓程 現在已經變了是 一隻谷草草地馬來的了 泥體反而不是那麼好 可能或者慢慢 他又 染了谷草又回來了 那就再捉他了 當年程 上次都有一些 反駁隊 在我的YouTube下面 你又說這隻不用看 說抓壞了 那葛頓那次是不是抓壞了啊 大哥 你這隻馬是後追的 他竟然是一個國際級制賽 一級賽 放前跑 最終輸四個幾馬位 那接著跑回兩場 希偉心留下後 田太安就留下 這馬就沒事了 我有什麼說錯的 當然是跑壞了 那當然是跑壞了這隻馬 那上次是谷草千八 哇 很厲害的一個後勁 追上來如有無人之境 那這隻馬也都 田草兩邊都可以的啊 那可以都 定住 也都是 進去那個 總司令一招 那個選項裡面的 輕綁 TOPFET馬 那進馬快車也都是啦 很FET 那你說 潘明輝對於這些 有稍微少種惡頭的馬 他可不可以騎到呢 其實我這個就是 反而有些不擔心 他有騎過這隻馬的 但是呢 就是初初的時候呢 是剛剛來香港第一季 三班的時候 跑千二呢 他入過第三的啊 那經過了幾季呢 其實潘明輝還是給我感覺到 他對這些 岳頭的馬呢 就是還是 需要一個 多點的 問一下人家怎麼跑啊 你這樣 那這隻雖然也是輕綁 或者我 可能都要把它放在一邊 那所以如果歸納出這一場馬呢 我會覺得這場馬可以有機會 爭勝的馬呢 一定是 六號 越晉歡欣 八號 龍船狀元 接著呢 就是十二號 跟斗雲 十三號 當年程 那大家儘管 參考一下 量一下 對不對你自己的心水 或者加一隻半隻 你自己很喜歡馬進去 看看可不可以串到一些 三重彩四連環 或者簡單就是 一拖三 吃條Q 好 那今天的節目內容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記住 一八三四六三三 還有今晚十點 YouTube直播 內容非常精彩 我們有很多東西想問馬會 我們有很多東西想馬會 解釋給我們普羅馬迷聽 為什麼那個操作 是已經令到我們的陌生 好了 記住娛樂投注 和留港消費 再見